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其他几个法庭在说 他不到底按按照成年人呢 还是按照未成年人呢 要是按照未成年人 要是按照成年人 那个罪就大了 所以现在这个案子 在国内引发这个轰动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这几个都是女的 全是女的 刚短头发那个是女的吗 我还以为是女的 就一群中国女留学生 在那这个折磨 殴打另一个女留学生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男同学 为了男的 女孩子之间争风吃醋 然后呢 就什么烫乳头啊 咋逼着她吃沙子 吃头发什么的 其实这个事情 说是 哎 你看啊 美国的这个报道一讲 就是说这是美国 司法史上罕见的案子 就是这样的 叫酷刑 又叫折磨罪 原来这个法律真不一样 这个酷刑罪成啊 他们现在面临的是终身监禁 这几个十几岁的 中国女留学生 要不说这个傻的 我就就是说 完全抓他们的时候 就傻了 就觉得这种事情 在中国最多校长批评批评 再不行开除 再不行就 那个公安局进去两个礼 对 对啊 会有那么轻松吗 没有这样事情啊 因为坦白讲 那一次的事情 全世界没有天国嘛 都有啊 美国黑人打白人 黑人打黑人 白人打白人 都有一堆 我看到新闻 比较好玩的是说 我还以为看错了 以为不在美国发生 为什么 他们打完之后呢 就叫那个女的 你去报警啊 我不怕你报警 我局里面有人 我觉得 我还以为 这样好像应该发生 在东北嘛 在东北 在北方的 好像我们看到那些剧 剧电影的 才讲这种情 对白嘛 他说我局里面有人 我觉得他们对于 既然是留学生 对于在当地社会 整个法治的概念 居然差到这个地步 你甭说他差 这个案子里 我还没跟你说呢 有一个家长 爹不远万里 从中国飞到美国 行贿 行贿被害人 现在被以行贿罪论处 你知道就是几年前啊 爱荷华州 就有一个中国留学生 强奸女房东 然后父母 也是照着国内 这套选规则 去行贿证人 结果呢 父母亲和这个孩子 一块坐牢 在美国你就贿赂罪 在香港 假如我们要申请到 银行什么贷款之类的 他一定会花很长的时间 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比方说你到汇丰 他就会说 你有没有亲戚 有没有认识的人 是这个汇丰的董事啊 什么什么主管啊 乌厌其烦的问 很大一段 就是说 他的道理就是说 避嫌 就是说假如你有认识 认识的话 我们就不能给你 换句话说 你不能有认识的人 中国呢 正正好好的相反 真的是 我听到太多 这样的例子了 有的这个司法管辖权 我最近听说 惠州那边 什么光耀城打官司 结果不是惠州 是什么中山市的法院去 为什么呢 据说 他也不是正式的 据说 我那边有人 我那边认识 真假 有人还不知道 但是 的确给一般的人 造成一个恐惧 就是说 你假如现在是打一个官司 我跟马家辉打个官司 本来明明是在九龙打的 马家辉一定要挑到 什么香港仔去打 然后他告诉我 香港仔那边他有人 我真害怕 我哪里搞得清楚 他香港仔是不是有人 现在中国社会 就有很多这种 虎假虎威的人 他就借用人们心里 对于这个所谓 权势啊 什么这种恐惧 其实据我所知啊 我就这么说 一半都是纸老虎 对 都是都是瞎忽悠 你知道吗 所以 而且你知道 这次还有一个 就是呃 在旁边有几个男生 看着他 就是反正还有几个别的 他们的家长 到了美国 也很不理解 现在都在被告 你知道如果是成年人 如果是罪成 那就是可能就是终身监禁 他们是绑架罪 酷刑罪 还有一个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罪啊 就是没动手 有几个家长觉得 我孩子没动手 可是你就不了解 原来在这个根据这个 加州的这个法律啊 像这种案子 一团伙 忘风的 开车的 就所谓的这个 都算同犯 都是最高的刑罚 协助嘛 协助 而且甚至是 同罪 而且动手没动手 都是同罪 意图谋杀嘛 刚你说假如罪名成立 可能终身是因为意图谋杀 他没死 可是你 做出那种暴力的程度 已经有可能他死了 有可能对方会死亡 那倒不是 那不会 所以我现在发现 在香港 假如在香港 这个有可能 我在有可能一般的 控告的罪名 就是意图谋杀 他没死 因为假如他死的 他会告你谋杀 或是误杀 他没死呢 可是你用的暴力的行为 那程度是意图谋杀 是有这个罪名 这是香港 但是我现在觉得 当然咱们不是说 什么都学西方 但是我觉得美国的 就这起案子当中 表现出来的美国的法律 我认为我们可以借鉴 可以学习 因为这就可以打击 现在这种 校园欺凌的这种 这种现象 美国就是 恰恰不是意在谋杀 意在羞辱 你看在洛杉矶的 这个法院里 他裁定你的 这个就行为之严重 就面临终身监禁之严重 因为什么 因为你是如此的 羞辱了被害人 你先比如烫他的奶头 这不是这个 然后剪他的头发 甚至就是说 让他按着他的头 这个吃他自己的头发 吃沙子 甚至是 是广东 什么 以前我们还看过一个录像 我就是说 还让人家把它拍下来 你记得吧 这个也是拍下来 就这个手机视频 把它拍下来 你看 就是你对人施加 这样的羞辱的情况下 这个罪就等于 咱们无期徒刑 这是多么文明的一种精神 你在咱们国家 我为什么觉得 最近有点义愤填膺的 你知道 首先就是说 很多校园欺凌的 我小时候见过 就是 但是我 我见过的那个程度啊 就我们班女同学 比如都喜欢我了 没有都喜欢 我都喜欢加辉了 对吧 就叫到单杠双杠那 一帮 一帮那个小太妹围着 啪啪抽两个耳光 踹两脚 我见到的就是这个 你说打谁 他们喜欢我 不是 有一个女孩子 你跟他好 他们就不爽 别的不爽 不爽他 就女孩之间 最狠的 还常常都是女生 打女生 现在 那么 到了今天 就你刚才讲的 那个扇伟的这个 他妈妈到处 哭天抢地的 就是这个视频嘛 给传出去 而且你知道 现在这个事啊 还真的就怕认真 好 有人讲了 徐老师 我记得你也提过 说是 中国这种事 到底是因为媒体 报道的多 还是真的多 说美国这种事 很罕见 你看 这个世界日报报道 折磨罪在美国 十分罕见 在加州的法律体系中 这些学生的欺凌手段 非常残忍 但是在中国 我认为不罕见 因为什么 因为 这个有人统计啊 按照这个说是 几个标准啊 欺凌事件 比如说 都是在校生 呃 另外是 严重人格侮辱啊 不是普通的 大家都 严重人格侮辱 按照这个严格标准下 光按照 近三个半月 媒体公开报道 在中国 十七起事件 浮出水面 这十七个 就在三个半月之内 光报道出来的 在咱们国家 这比美国多太多了 十七起 而且呢 手段之残忍 都跟这个 我现在 我感觉不相上下 甚至有把学生逼的 这个跳楼的 不堪羞辱 跳楼自杀 对吧 然后呢 从最后的这个处理 我看到的最严重的 就是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然后呢 实际上是半数 都是教育机构处理 这都是 呃 这个这个十七起事件 深入分析的话 你看啊 这个最后的这个 一半都在教育机构 内部解决掉了 甚至有一个编号七的事件 编号七的事件是什么呢 就是 这个河北刑台俩女孩 让一个女孩狂扇耳光 下跪脱光上衣 拍摄视频 像这个事件呢 你知道吗 当地媒体啊 还夸这个学校 说啊 这个学校啊 把这个问题 艺术化的处理了 避免了对学生的二次伤害 学校淡然面对学生的 吵架和打架 既缓解了学生的紧张情绪 又为老师智慧的处理 预留了空间 乍一看 你以为发生了什么好人好事 你说和谐掉了 对 这就是说 我为什么觉得 到了这种羞辱的程度 我真是觉得 中美司法观念差异之大 那边是终生监禁 这边一半都教育机构 为什么解决不了 我觉得如果你都提到 美国的这种司法观念上 那还怕解决不了吗 那还有这么多吗 没有观念永远是跟制度连在一起 因为你说可以因为有这种观念 所以有那种制度 比方说不能 学上没有权利去处理 去和谐这种伤害的事情 对吧 所以制度 你倒过来了 有了建立了一种法律制度 要慢慢人家的 不用很慢 很快 整个观念就会改变 我告诉你 前几年香港发生了一个事情 整个香港的教育界 也有在讨论 这个事情能让我去完广告再说 墙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所以现在有些人说啊 就说这个中学生的欺凌现象 就说霸凌啊 欺凌啊 应该有所为了 因为什么呢 你看刚才我说的这17件事啊 都是这些这些算是女暴徒啊 大姐大啊 校园里的 他把这个视频拍了 放到网上引起公愤 才引起了这个注意 他拍的人就是他打 就是执行者 然后他等于拍了自己的罪行 但是他拿来选要 对 他不觉得这是一个滔天大罪 对 这就引起了公愤嘛 然后我刚才说 不是一半是公安机关处理吗 公安机关处理 施暴人大部分是16岁以下的孩子 别为什么说轻啊 说别说追究刑事责任 就是做治安处罚也基本没有 因为咱们那个什么呃 什么一满14岁不满16岁一满16岁 不满18岁等等怎么都都出次违反 治安管理都不执行行政拘留的 然后呢 你看 就是有一起事件啊 山西五起中学同校高二六名女生拿着刀子逼这些女孩去卖出卖出卖出女这赚钱 而且可恶的是竟然用啤酒瓶塞受害者的下体 你说这比美国这轻吗 啊 然后六名施暴者中有五个是16岁以上 他们因为强制侮辱妇女罪 这个罪多半是为色狼准备的罪名 受到刑罚 统统判缓刑 统统判缓刑 所以你就说 但是那些受伤害的女孩 这家伙受到的这种伤害 这值得等值多少刑罚 你没有法律的惩罚 那一定的嘛 这是一定的嘛 就像你说要么要没处理 把它和谐掉 要么要判侵判 要么还可以解决 就像你刚说那父母亲 不远千里跑去美国行会 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呢 听起来非常荒谬 可是他能够自然反应 一而再再而三 突然叫父母亲去解决 一定是本来行得通了嘛 行之有效 那所以你刚说的种种情况 我觉得一定是冰山一角的 在这暴露出来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 把它分开来 一个是我们这里 有局部的司法腐败 他们相对来说 司法比较独立 那就是局里有人啦 打招呼啦 这样的这种情况 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不单是这个 因为其实现在 这个说我局里有人 其实很多都是忽悠 真正你靠了关系 来影响司法裁判 这很难的 法官都要考虑自己的 这个声望 而且他有都有条文 这件事情不完全 这件事情更另外一个是 司法观念的不一样 简单的说就是 身体的暴行 对身体的伤害 对对对对 造成了精神的侮辱 在我们这里 这是一个比较轻的罪 甚至是一个过错 而他在那边是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刑事处罚 这个背后牵涉到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概念里边 伤害身体 怎么来判断 它严重不严重呢 就看你后果 你是不是手断了 你是不是骨折了 你是不是终身残废了 你肉体上造成了 巨大的后果了 对 我们就把你造司法 但是要是肉体 最后查下来没啥 是一个精神上的虐待 我们有很多的 就可以用另外一些方法来处理 可是他们的这个观念 我不说他们对不对 美国的也许太严 或者他们 但是他们的观念 你这个以肉体为手段 达到的精神折磨的罪 非常高 对 我突然想起一个什么事情 其实这种手法 曾经一度 中华大帝是非常普遍的 记得王光美被挂斜 王光美 刘少奇的 你想在那个时代 这是普遍至极 就是不一定 把你争打残 但是 羞辱你 你想国家主席的夫人 给你挂一个破鞋 这个照片都 都在我们的历史上 就凝固下来 你现在来追究 这当初的这些人的责任 你 你想 就是很多人 在我们始终没有把 这一种 这一种体罚导致的 精神折磨 当做一个形式 这一看 尤其你讲的一点最精彩 就是他折磨了你以后 他还要拍下来 还要放上去 放上去什么 就进一步折磨你 把你搞得名声坏掉 他不想到他自己在犯罪 对 甚至你知道 就要是在 我觉得在很有法治观念的国家 你别看 你转发这个 你可能都有犯罪之嫌 如果是没一个 但是咱们现在有些是很 很复杂 像前一阵那德国那小伙子雷克 他就是看很看不顺眼 他说这些录像 你即便出于正义的目的 你也不应该转 因为你转 你就是让这些犯罪者得逞 他们就是要这样 根本甚至不应该看 不应该按键进去 对 我的看法经常是这样 因为这些种种的不好的行为 没有那么难懂 没有那么难明白 那是不好的 你羞辱人家 不好吗 不好你不会做的 你首先一定是知道是不好 你才要这样做来伤害你 假如我觉得根本不伤害 他觉得不好是被羞辱的人不好 他没有想到他在羞辱人的这个行为 是更大的不好 没有 我有点觉得说这个不难懂 这是比方说我打人这种行为 本身道德上面不好的 甚至是危险的 我拍了之后放上网也是危险的等等 我经常觉得这个不太难懂 不管是什么16岁15岁65岁都一样 一想就知道了嘛 你不能打人罵 不能骂张话 而且不能把骗乱放 所以我经常呢 这是回到前面我说的 那个制度的问题 我们每个人都有阴暗的部分 比方说有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被欺负 我都想心里幻想了几遍 把那个家伙拿出来 把他身旗器官剪掉 塞进他嘴巴 不敢做 为什么不敢做 除了说道德以外 除了道德以外 你会受罚 所以我意思是说 当没有法律 或者说有法律没有执法 或者说被执法的几率是低的时候 法律学清楚告诉我们 当你就算知道有法律 可是你知道很大可能 你可以避开法律的 解决了法律的时候 你一定做的 那制度就把人引出来 回到我刚没机会讲的故事 以前香港发现什么事 有个内地学生在香港 写论文不顺利 行贿 给钱 红包教授 就判刑了 那位教授去告 告给林郑公署 后来香港一些 不同的学院的老师们 叫大家有所辩论 很清楚的 两边的观点 香港拍的 就说对啊 做的对啊 应该是告林郑公署 应该是什么 很多内地跟台湾的教授们 就有个意见说什么 他们也不是不守法 可是他们从所谓教育的观点 他们说 哎呀年轻人嘛 假如是他应该给你红包的学校 你就不要 你要教育他 不能这样的 你要凭自己的实力 那我现在给你机会 不然你就毁了那个年轻人 他们就觉得说 那是一个教育的机会 那所以这个辩论之后呢 就看你把这个线放在哪里 法律就是法律 要定在那边 才能影响了观念 要我碰到这样 有学生为了论文通过 哪一个哪一包钱过来的话 我不会找林郑公署 我就会告诉他 我这个把你交到林郑公署 你就惨了 你这样做不对 但是我要是真教的话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这个学生一辈子也惨了 所以当时的辩论就是像 我们香港的 我是属于台湾 人家台 两岸派 他这个就是说明了一种问题 就是你说这些未成年人的孩子 这要真是把老底做穿 也个一辈子毁了 那么但是你如何遏止这种事情呢 如何他能遏止他变成一个恶魔呢 实际上你或者你要修改一些 关于少年犯未成年人犯罪的 这个处罚的定义 再有一个呢 就是一种所谓的少年犯的管制机制 就是对于他们 你也应该有个控制机制 你不能说缓刑放出去没事了 以前有个机制叫老教 江江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现象啊 我有时候是生气了 我就会觉得怎么中国人的这个处境 待遇像畜生一样 你知道我是讲这个畜生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你看咱们就是生活在那么粗暴的 残暴的 人跟人之间不尊重的 你看这个社会到处都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尊严 对吧 整个这个法治 你外面 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 打断你胳膊了 那要赔医疗费 是吧 弄死人了 你要长一命 但是你说侵犯你的隐私了 或者把你的裸体照片放上网了 这事批评批评就得了 你知道吗 就是长期这样的一个法治观念啊 会让这个国家的人民自觉就没有尊严 就我是个没有尊严的人 对吧 为什么尊严呢 就是小罪可以受大法 对啊 我印象极深极深的就在文革时候 一个小偷 一个人进村偷东西在农村 被人抓住了 然后他就把他绑在树上 绑在树上 然后那些小孩就过去 丢舌头啊 吐口水啊 然后渐渐的胆子大了 围观的人多了 解他的裤子啊 裤子就蹦掉下来了 就是那个男生就裸体了 那很多人还在哈哈笑啊 然后继续吐口水啊 就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种惩罚状态 你说他是坏吧 可是坏了以后你这个惩罚就可以无休无止的吗 有没有一个界限呢 对不对 而且你这样惩罚了以后 你对那些小孩 你对自己的村民产生了什么样的心理的影响呢 其实你要仔细想想 你到底在罚谁呢 对不对 对 因为因为我们毕竟说文革远 不文明 然后现在也先讲城市的话 因为像那些法律暴力的等等事情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 我觉得这种没有尊严的生活 是因为来自愈常生活 你从小每天甚至夸张的说 甚至毫不夸张的说 24小时了 比方说一睡醒 闻到外面飘进来的空气是臭的 臭的 而且对你肺是有伤害的 那你觉得会有尊严吗 没有啊 你的生活安全权利没有被尊重 你吃的东西 我们经常说嘛 可能是地沟油 可能是假鸡蛋 可能加了这个那个 你会感觉有尊严吗 没有 你没被尊重 开车出门 左穿右擦切双白线 你不会感觉被尊重的 所以一天别小看 一天24小时 从office办公室到学校 看到种种乱七八糟 我们都觉得不太妥当的事情 当你这样成长的时候 我们假设从三岁开始 你感觉到这样的事情 四岁五岁六岁 到你16岁 你不会 我觉得就有尊严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尊严呢 都很麻木 对你 你发现吗 就是就是都很麻木 你在各种场合 觉得这个尊严 觉得好像别人不尊重 我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或者说 我也不尊重别人 大家就生活在一种啊 脏不垃圾的 这么一种环境里 我觉得真是 但是我就说 我要看见美国这个 你要述一个案例 这样的去折磨一个女孩子 你是可能要做一辈子饶的 我想如果有这么样的义种 咱就说教养 其实中国人现在 真的就得讲点文明教养 而且我老说这个教养啊 对孩子来说 还不光是道德的教养 有个法律的教养 你这个父母亲 你想想 自个都不知道 这孩子 这家伙 欺负个女同学 要在美国 有可能做一辈子老 你说这个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个你刚才说的 这种校园欺凌暗示 要重视 要严惩 但是美国这个 忠诚监禁也太重了吧 我们要警惕西方价值观呢 我们要警惕 他这个是不是也太重了吧 这样 今天会进步出健康性概念 那么我觉得 如果一个女孩子 受了这样的屈辱 她自杀了呢 那么你这种羞辱 她的罪就上升了 谢谢大家